最近天气好热 不晓得观众朋友会不会就来一杯手摇影消暑呢 台湾人有多爱喝手摇影 已经可以说是手摇影王国了 根据经济部的统计 到今年的5月底 光是饮料店就有28193家这么多 其中手摇影店就有16070家 占比大概57% 而且算一算 光是从今年1到6月的营业额 竟然就高达了660亿元 这样的商机让很多人很惊讶 而在6都的饮料店就占了全国的七成 如果用面积来算的话 首都台北市平均每平方公里 就有12家的饮料店 是全国最密集的地方 观光客直接在自助点餐机 选想喝的手摇影 四国语言任你挑 这位香港游客Tony说 已经来台湾玩好多次 是蛮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就很多种类可以选择 就可能我今天喝芒果的 明天我喝其他珍珠奶茶的也可以 台湾首摇影产业很夯 像是西门町商圈 有很多观光客 各品牌避临着开 形成饮料一条街 以这家连锁首摇影来说 起家是在南部 品牌成立19年 现在插旗北部 打出点饮料全自助模式 像在西门町这种观光客 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发现说其实过往点餐的同仁 他除了要接待客人之外 他又要接电话 可能会有那种电话询问 或电话说要外送 变成说这个人很忙碌 出错的频率就会比较高 而且它有影响到客人 点餐之间的时间上的问题 所以自助点餐机的好处是说 第一个我在观光区 我有四国语言来服务客人 客人他可以直接从自助点餐机上面 看到他想要的饮品 我觉得同业其实 现在应该不能说完全叫竞争 应该算竞和 因为首摇影大家一排在这边 那其实他有一个极客的效应 全自助多少缓解缺工压力 而首摇影竞争激烈 必须做出差异化 不同县市也有不同偏好 像是业者观察 南部消费者喜欢原茶 北部民众是咀嚼系 或比较爱特调 就多推出鲜果汁搭配茶椅 台湾人有多爱首摇影 根据经济部统计数据 近10年103到112年 饮料店数平均成长5.8% 113年5月底 饮料店总数共28000多家 其中以首摇影店16000多家 占比57%最多 近一年来 首摇影店以平均每月新开 40.2家的速度快速展店 增幅居各类型之冠 而113年1到6月 营业额是660亿元 创历年同期新高 预期2024年 饮料店营业额 渴望突破1300亿元 另外6度饮料店数 占全国七成 高雄和台南分居冠亚军 从土地面积观察 台北市平均每平方公里 就有12家饮料店 独贯全国 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 它的投资门槛低这样子 这个是相对值 我们相对于其他的餐饮业来说 它的投资门槛相对低 大概开一间店 平均大概是137万左右这样子 那里面的这个获利率 毛利率的部分 大概是有厉害的就是7成 不厉害的就是5成这样子 所以它的毛利率 大概是5成到7成左右这样子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 就是投资门槛低 然后技术门槛低 然后投资报酬快 我要说什么 我要一杯108茶王扫兵五糖 顧客点完饮料后 店员先加冰块 再将品项标签扫一下QR Code 这个智能吧台自动将想要的甜度 随着茶混合倒入杯中 不用店员手动调整几分糖 智能吧台的话 它的优势就是 就是可以快速上手 然后再来就是减少人力的支出 对 然后品质又可以稳定 我们现在就是 要往海外代理的部分去迈进 所以我们就是 现在才会首选就是西门町 作为我们展店的第一部这样 因为我们北部展店 西门町的话是我们国外的门户 就是观光客就是第一个 会首选到西门町 对 然后所以当然就是会接触到 很多国外的客人 那有助于我们拓展 就是我们国外的知名度 从中部起家的连锁品牌 全台有超过172家店 平均每个月展店2到3家 现在瞄准海外市场 而首摇影是在餐饮类别中 好感度很高的品项 所以也吸引不少人选择首摇影创业 很多人他可能不用透过加盟的方式 他想要自创品牌来加入 他贸然踏入 那他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 第一个没有做出品牌的差异化 第二个就是他品质控管不佳 我们品质控管的部分 我们总部可不可以 非常精准的控管 你所有原物料出货 你的物流 然后不要让你的加盟组 随便的跑货 例如说他一定要订你们家的珍珠 而不是他隔壁卖的比较便宜 他就买比较低廉的价格的珍珠 那口味每一家店喝起来不一样 久而久之消费者 就会对你这个品牌失去信赖 台湾人对手摇引的喜好 似乎历久不衰 也吸引很多人加入这个市场 但消费者的新鲜感来得快 去得也快 品牌要长久吸睛 维持热度 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TVBS新闻张正安 王一杰台北报道 2024年7月 五大发行信用卡银行出炉 签账金额第一名是 中信银的687.62亿 再来是国泰世华跟北富银 而其实这个排名 也和银行的策略有关系 使用习惯就是银行 能绑住消费者的关键 就如同彭小姐一样 刷保费一张卡 购买日常用品 常去的美式卖场 与哪一家银行合作 也会左右她的选择 像我中信卡也有 然后台北富邦的卡也有 然后国泰世华的卡也有 那当然都各种 有不同的用途 彭小姐持有的这几家银行 都名列在2024年7月 前五大发行信用卡银行当中 签账金额第一为中信银 687.62亿元 接续是国泰世华银 652.85亿元 再来是北富银 玉山银 紧追在后的还有台新银 443.55亿元 合计五家银行 七月签账金额 达到2791.4亿元 不过较六月的 4190.2亿元 仍然减少约三分之一 以这一次来看的话 其实是海外旅游消费这个部分 其实增加了非常多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因为 因为这一年来 其实日币相对便宜 那国人其实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消费 那再加上又是刚好碰到 就是暑假的旅游网季 那银行如果他有针对这个所谓的日本旅游 有发这些相关的卡片的话 其实当然就会反映 不过从国内常见的发卡银行来看 中信银 国泰世华银等 几乎都稳居前几名 和银行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中国信银行 他特别喜欢找那种大的公司来做联名 比如说中游 然后还有什么台中Lalaport 然后还有汉神巨蛋等等 那甚至像Agoda也有出联名卡 那这些大的通路呢 其实就会有一定的这些客群黏着度 我爸就只有一张中游联名卡 那他出去不只加油 吃饭什么都刷这张卡片 刷这张卡片中信就赚到了 因为这张卡片回馈率0.3不到 很烂 对不对 剩下多的1.55%的交易手续 被扣掉0.3 他赚1.2 所以为什么他的签帐金额高 然后手续费收入高 然后还有就是发卡量高 都是这个原因 中国信银行有Lalaport卡 Lalaport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我们台湾最多人 使用的社群软件 我觉得中国信银行其实 一方面透过这个Lalaport卡 他提供给客户 结合这种金融科技 提供给客户更多元的一个服务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透过这个Lalaport卡 其实他掌握 因为使用Lalaport的客群 其实不会只有年轻族群 其实Lalaport是从高零到年轻族群 几乎都涵盖在里面 抓住消费者平时使用的习惯 是关键策略 而根据联合真信中心资料统计 台湾男性每人平均持卡3.94张 女性则是4.34张 其中一张为常用的账户 其余2到3张才是用于特殊场合 赚取优惠使用 即使最常使用的信用卡权益缩水 很多人也会因为不想改变习惯 也不会跳槽 国泰世华跟中国信用是伯仲之间 就是偶尔第一名偶尔第二名 他们就这两家是目前最大的两家金控 对 那他们会赚钱的原因 其实就是跟他们的策略不一样 他就是一张卡片通包所有通路 所以他就是最主要这张Cube卡 有三个主要的通路 基本上不会变 那偶尔发展出一些额外的活动 比如说8 9月他就加码优惠点 国泰世华营表示 展望第四季百货电商旺季 针对消费者主力的场域 会推出优惠 持续以一卡底多卡的服务 满足消费者 后续因应中秋假期到来 北富营也提前着手规划 9月苹果新机购机潮 以及百货周年庆 还有电商双十一旺季 除了以优惠活动 拉抬消费者意愿之外 实体门市的多寡也是因素 当银行充斥在生活当中 同时也将印象 升值在消费者的心里 再加上行销广告等 民众也容易对品牌 产生信任度 进而成为用户 TVB新闻 何丈西丹 此特报导 天王周杰伦 确定12月要在大巨蛋开场了 专家就提醒 因为大巨蛋是垂直 淡体 逃生的难度比较高 相关单位一定要多方 演练着逃先动线 小巨蛋是台北市的大型场馆之一 过去也办过很多活动 尤其很多知名的艺人都喜欢选在这里来举办演唱会 然而大巨蛋到现在已经办过了很多场的棒球比赛 外界也在看到底大巨蛋能不能办演唱会 专业人员也正在审慎评估 为在台北闹区的大巨蛋 以及是棒球赛事举办的重要场地 然而进行棒球赛已有多场经验 但外界关心演唱会是否能在大巨蛋登场 网络上有图目记事点出 若未来大巨蛋要办演唱会 恐怕会有很大的难度跟挑战 可能摇滚区里面 收纳的观众可能会到达两万人 那这两万人如果遇到意外要逃生的时候 原来的概念是认为说 他在室内的部分直接 就爬到地面层 然后再向外疏散到室外的避难层 但是现在以目前来讲的话 大巨蛋目前有很多在地下的 连通外面的廊道 类似像连通到捷运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从地下层直接往外疏散 大巨蛋办演唱会有疑虑 网络点出问题的记事表示 主要在于逃生问题 台北大巨蛋是下层施棒球场 球场地面位于地下深度 十点五公尺的B2层 地上结构六四公尺 总高度七十四点五公尺 举办棒球比赛 总共可以容纳约四万席座位 入办演唱会 歌迷除了看台四万之外 在球场下沉平面摇滚区 可以容纳不定席串动人数 约两万人 总数达六万人 到时候如果灾害来袭 大巨蛋地面下观众 就得往上爬十点五公尺 疏散避难上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建筑设计规划 有很多下层式的开放空间跟广场 是可以达到符合这个法规 这方面的规定 同时可以直接去缩短 所有观众听众逃生的动线 我想这个在法规方面的检讨 我们是不是有随着目前工程技术的进步 来加以调整 其他土木技师表示 大巨蛋下方连接捡运站空间 若能有妥善疏散避难SOP 掌握确实路线 办演唱会还是有讨论空间 小安基金会日前完成大巨蛋验证报告 同步交给外聘委员查看 执行长陈文龙也证实 确认内容没问题 台北市场展望安也表示 消极会验证检查 预计近日内就会核定 若程序完备 最快国庆晚会 就可以在十月五号登场 但能否举办非体育赛事追踪柴良权 还要回归市府 大型群聚自治条例来认定 其实在结构安全上面 我觉得应该如果经过 层层的法规的制定跟审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大巨蛋 如果说要办演唱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已经办了很多的体育赛事 如果说是演唱会的话 他会有不同的公司 去执行这样的工作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万一发生重大灾害 他是需要有及时的疏散避难 那这些工作人员 他可能是临时的组成 那对这些法令 对疏散动线的安排 他是不是能够熟悉 由土木结构双济师的洪志平表示 从整体结构的硬体设备来看 大巨蛋在疏散避难没有问题 重点是人的管理跟执行 毕竟演唱会主办方互同 若不能有一套有效率 验证过的疏散流程 就容易产生风险 建议一定要多方评估跟测试 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才能举办非体育的大活动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我们要办演唱会之前 可能对于人员的疏散 对工作人员的 整个标准的作业流程 一定要制定好安全的避难措施 那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 不管是办任何的场域 不管办任何的活动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关切的应该是大巨蛋 万一如果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 这些里面的人员的疏散逃生 避难的动线 是不是能够确实而且完善 这个部分应该要回归到 当时大巨蛋在规划设计 甚至在做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 就曾经针对疏散的这件事情 而做过一些数值上的模拟 大巨蛋想办演唱会 虽然说不无可能 但关键也在人的管理 如何在完善无误的硬体设施下 落实有效的避难疏散管理 印证了事在人为这句话 TB新闻张家宝蓝渊明 台北参谋报道 家中如果有地毯 不仅会有污垢跟头发 也可能是一个污染源 定期清洁就很重要 台湾许多民众家中装潢时 喜欢选用地毯 一方面可以让室内更有温馨感 在天气较冷时 也能提供保暖的效果 虽然有以上这些优点 但事实上 由于环境中的灰层和 污垢等污染物 沉满家中宠物的皮屑 蟑螂或其他家中小昆虫 所产生的过敏源 霉菌包子 甚至连空气中的二手烟 都很容易附着在地毯上的龙毛 因此想要长时间保持地毯的清洁 并不容易 平常工作忙碌 大概一周一次会打扫家里 由于本身是属于过敏体质 只要地毯有脏污 蔡小姐就会拿吸尘器 仔细清洁 因为本身我就有点过敏的体质 我会对那些灰尘 那些会过敏 所以就会比较注意这一块 最常见的地毯跟窗帘 基本上也是一个 我们平常比较不会注意到的空气污染来源 因为我们在日常居家生活的时候 其实比如说会有三手烟 会有一些粉尘 比如说家具散发出来的甲醛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城蛮 或者是一些宠物的皮屑等等 它平常会飘散在我们空中 但是其实过了一阵子之后 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的地毯 大多数家庭中的室内空气问题 可以预防或控制 理想的情况下 应该找出并消除暴露源 确保环境的清洁 良好的通风 包括空气交换 及空调设备的妥善维护 以维持良好的室内空气品质 城蛮是家中最常见的过敏源 尤其喜欢藏在床垫 枕头地毯和布品加菌中 为了减少城蛮的数量 建议定期更换和清洗床单 枕头套 居家环境中常被忽略的过敏源 过敏的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 并不陌生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人有一些过敏体质 或者是有一些呼吸道疾病 抵抗力会比较差 这种情况会比较静 还是不要铺设地毯 空气中的污染 比如说在烧精子的季节 有些人症状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 或者是家里面的床单 地毯等等这些的清洁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台湾潮湿炎热的气候特性 更让地毯容易成为细菌 霉菌滋生的温床 加上清洁地毯 费时又费工 很少家庭能够保持定期清醒地毯的习惯 过去曾有研究发现 为清洁的地毯上细菌比冰箱的把手 多了超过30倍 也比马桶坐垫上多了近6倍 美国费葬学会指出 老旧不清洁的地毯上 有大量室内空气污染物及过敏源 可能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 想要维持室内的空气清新 除了定期清洁地毯之外 也可以透过选用较容易的清洁地毯类型 善用除湿机保持室内干燥 使用空气清净机等方式 家中的成员若有过敏体质者 也可以考虑减少使用地毯 日常生活中我们比如说 在拉开关窗帘的时候 或者是像小朋友有时候 喜欢在地毯上面玩耍的时候 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 都很容易把一些沉积在窗帘 沉积在地毯上的一些过敏源 一些细悬浮微粒 一些空气污染的物质 扬散到空气中 这个时候反而会让室内的空气 会比室外的空气又更糟 室内空气问题 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这些因素与建筑物及人们在其中的活动有关 不论是家中 学校或工作场所 通常问题是由多种因素结合引起的 例如来自建筑物内部或外部的污染源 以及通风不良 部分问题可能与接触某些个人过敏的物质有关 而其他接触则可能导致呼吸道或肺部的刺激或损伤 专家提醒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办公室 清洁地毯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 打造健康清新环境 正确观念极为重要 在尼泊尔偏乡贫穹加上健康知识的缺乏 导致很多婴幼儿营养不良 现在展望会伸手来帮忙 石头帮研磨器捣碎南瓜 用最传统的柴火 一波的妈妈们这日要大展身手 手的弧度当成标准 这是物资缺乏没有量称下 妈妈们想出来的方法 每样食材重量斤斤计较 毕竟孩子的营养均衡不能等 这群妈妈们聚在一起下厨 要帮孩子执行增重计划 宝宝卡在妈妈肩上模样令人联系 还不到五岁的孩子 刚出生就营养不良 但像这样的案例还不少 光是在这个村庄 一百多名孩子 就有百分之三十的小朋友 过于瘦小 展望会看到需求 把家有五岁以下 营养不良儿童的妈妈 聚在一起上课 他们要学习如何使用在地食材 为孩子准备营养食品 小手拿着汤匙挖挖 不时还得盐防苍蝇入侵 可想见孩子生活环境 他们吃的这道是当地传统食物 用的是扁豆饼烂 并且还准备芒果香蕉 就地可取得的野菜 围起十二天课程 教妈咪们如何利用 随手可得食材 混搭抢救营养不良孩子 但其实要让这些妈妈们 聚在因此不容易 还有当地受到印度教影响 获取不同种幸福接触 但在这里跨越阶级 一起为孩子目提 一旁就是社区保健站 工作人员定期监测 包小朋友素养体重 还得定期家访 看看孩子的珍重计划 是否确定 更要从一开始 就让妈妈们有正确照顾环境 不要让小朋友可以更加健康 所以可以看到 在尼泊的这间教室非常特别 因为主要针对的 就是怀孕中的妇女 要给提供给他们 营养的健康知识 包含了像是在怀孕时的 这些情况 以及哺乳都是教学的小朋友 小特子是告诉妈妈们 怀孕后要怎么吃 怎么做 才能守护小朋友健康 怀孕六个月和这群教室中的妈妈们 从怀孕预防到生出来后的照顾 他们展现妈妈POWER 自己的孩子 自己守护 TVBS有无可预理 做完尼泊尔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